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大家开始想到 那教会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线上的教会 这样的一个梦幻的想象 那蛮好的 可是一个梦幻的想象会不会变成一个幻梦而已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今天除了我自己主讲 我会邀请我的学生赖俊福宣教师来参加我们这个讲座 我为什么会说梦幻会不会变成幻梦 因为有人开始想到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无强的教会 甚至于是一个全球教会 一个one global church 也就是全世界就一个教会就好了 然后我们大家就上线去 听他讲道 或者有人带我们做敬拜 这样真的是节省很多人力 然后节省房租 节省教会的购堂建堂 多麻烦对不对 随便也不用付了 挺好的蛮梦幻的 那会想到无强教会呢 第一点可能是因为 先想到我们聚会会不会都是 只是在一栋建筑里 我们要打破这种梵里 跨出教会的围墙 认为教会就是一栋 基督徒公开敬拜的建筑 的确教会这个字 常见的三个定义还不用深学字典 就是一般字典就可以看到到第一个 他的确就是在讲教会 就是一栋基督徒公开敬拜的建筑 那第二个是讲 在教会举行的宗教活动 比如说我们说我上教会 我去教会 我的意思不是我去那个建筑 我的意思一定是 我去参加教会的活动 那第三个是一个特定基督徒的群体 通常我们会说 这是我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我们指的是我们这一群特殊这群人 所一起共同组成的这个教会群体 不管是他地点或宗派 所以这三点我相信 已经是我们常见一般人 当我们在讲教会是什么的时候是 所以你在讲 我们在讲无强教会 可能他就会 意思就会 将来就会变成叫无人教会 不是说没有人去 而是没有人实际见面的教会 无强教会就会变成无人教会 我们不用meet in person这样子 那所谓的一个global church 就是one screen church 叫做一个萤幕的教会吧 反正大家只要点上现在萤幕面前 他就变成教会了 那教会有可能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是今年4月17号 在湾区基督徒大会 公认神学院的教务主任 石洛峰博士 他就整理这三点 说教会的形象应该是什么 他应该是一个父神的祭司 他是一个基督的身体 他是一个圣灵的殿语 我把它整理成 一般人更能够了解的 就是父神的祭司就在讲 敬拜跟圣灵的部分 教会一定有敬拜跟圣灵的部分 神拣选我们 我们蒙的救恩 就是要到他面前来敬拜 来侍奉他 那圣灵是救教礼仪里面 是救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个是洗礼对吧 那第二个是圣灿礼 然后接下来当然还有别的 什么坚信礼 或者婚伤喜庆各种礼仪 这样子 那圣灵这样的东西 要在线上操作 不是不可能 可是有一些缺憾 比如说你说洗礼 那你叫他自己躺到浴缸吗 请他躺到浴缸 然后你在那里讲 他就自己躺下去在自己起来吗 那这些礼要怎么操作 圣灵绝对是我们很重要的部分 那基督的身体 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头 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 我们要认识真理 我们要实践真理 我们在这里面 也要学习基督侍奉的样式 他说人子来 不是来受人侍奉的 那是要服侍人的 所以我们也用侍奉 彼此在连结 也用侍奉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来服侍我们的神 那圣灵的殿语 就包含祷告跟灵性的 我们不会祷告 求圣灵带领我们祷告 圣灵引导我们 在生命上 在灵性上面 都是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教会 不是当然不会只是建筑的 也不是活动的 也不是只是说 一群人在那里就是教会 难怪大家会这么简单的觉得 我们这群人一起在线上 就会这就是我们的教会 教会应该要包含这些部分 有敬拜 有胜利 有话语 有侍奉 有祷告 有灵性 所以线上聚会很容易 但是你要构成一个线上教会 应该不是只有这样子 就是大家在线上聚会 就可以叫做线上教会吗 希望大家可以去深思 那如果真的有人 因为不管是因为不得已的因素 只能有线上教会 那你能只有线上的聚会 就可以构成一个教会吗 这些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 所以我的题目是梦幻于幻梦 那一个全球华人教会是一个 可能忽略了一下这几点 第一个叫做次文化的差异 我自己是一个在年轻的时候 我就在全球公司派 我在很多地方工作 我住过欧洲 我也住过北美南美日本 很多很多的地方 我非常清楚 每一个地方华人移民 都会把自己华人传统的文化 跟当地的文化融合进来 他们都会产生一个新的次文化 欧洲的华人跟南美华人跟北美华人 很多地方就生活形态 想法很多东西都不太一样 你怎么跨越这种次文化 要去牧养别人 关心别人呢 那我并不了解 他在那个地方的那种的挣扎或需要 那时区差异更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你不可能做一个线上教会 只录好影叫人家去听吧 那听听讲道就叫做教会 这也太简单了 那我就上线在YouTube 听一些演讲也蛮充实了 那你要去牧养人家 就有一些实际性的互动 同时间同时在线上 那你怎么克服失去的差 要么就是你得熬夜 要么就是他得熬夜 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短时间你做 你长时间下你就很累了 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这个就是我要问的 就是你在线上 你怎么去成全众圣徒 如果线上就会就是 就是以讲跟听 讨论跟诉说为主 他怎么可能更尽其职呢 有些人真的不善说话 不爱表达 即或一样 他可能最后有一些小组 他比较亲密 他可以说 但是我们有很多恩赐可操练的 不同的恩赐可以用的 是不是最后 只有线上教会的时候 所有的圣徒是不是 就会恩赐越来越陷于 线上使用的几种 第四个叫奉献收入 我不知道你要全球教会 你怎么跟全球 散居各个地方的人 你可以跟他收奉献 那很多人会说 没有关系 我不收奉献 我就是欢迎他 我想这是很棒的宣教 是穿福音精神 如果你是有时间 有你的基金 你的一些funding 可以来帮助你这样做 那当然很好 这是你的呼召 你愿意就在线上这样 不断的去关怀牧养 这是一回事 你做的是一个事工 可是他不会就构成一个教会 我就是要这样讲 他不是一个教会 你可以做一个线上事工 你可以做一个线上聚会 但他就能够构成一个线上教会吗 你要去考虑 那有时候长期下来 资金的不足疲累 你也都会累的 那第五个就是胜利的操作 除了我刚刚讲 就是你洗礼怎么办 那饼杯礼是不得已在疫情中 我们只要自备饼杯 那我特别要讲就是 我自己经历过 不管是私上的 或我主持过丧礼的 或者婚礼的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礼仪这种东西是 在现场那个感动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非常强烈 当然你说我在线上看电影 看什么我也会感动到掉眼泪 这个我知道 但胜利的操作 当一群爱你的人 关心你的人 一起在一个礼仪的现场 来陪你走过最开心的时刻 或最忧伤的时刻 那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些我都觉得 一下子要讲什么 一个全球华人教会 或一个线上教会的人 你要去好好的想的 那这一次我在做一个 疫情后的教会归位与定位的 问诊人调查跟研究当中呢 有很多的数据 我接下来提出三个数据 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详细的东西 将来可以上维珍事工 或我在正道学院的个人网页 会有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 我提供三个数据 第一个就是疫情爆发到今天 你是不是有去别的教会 线上聚会去参加过 这个比例算很高 56.7的人因为疫情的缘故 线上聚会的方便 发现别的教会都开放 你都可以进去参加 很多人都有参加 56.7%的人都至少参加过 大概看过也有的 那34.2的人是至少完整 去参加一场聚会 所以是线上聚会的确打开了一扇窗户跟机会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多的去接触 可是我也同时要提醒 当所有人都可以在线上聚会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选择性很强的东西 那大家就很容易 这就像看节目嘛 越看越挑了 对不对 不好看的我就按了就下去了 那每一个教会越越遇事 可以去好像上线就可以接触到人 其实不是这样 你上线你po上去之后 可能有人点了看了 引起很大回响 可是也可能没有人看 那你要怎么长期做下去 那教会与教会之间 是不是变成竞争更激烈 那个menu要更好 才更吸引人 要来听你的东西 看你的东西 那这些到底对教会发展本身是好的 或不好的我们要去想 我的确说 线上聚会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工具 那第二个数据我给大家看 就是在这一提问说团企跟小组 因为团企跟小组是fellowship的部分 就是比较可以交流情感的情谊的 互相联络的情感的 还有灵性的维持生命互相关怀的 那很多人呢 这数据很高 62.5%的人希望即使疫情过后 以后团企小组也在线上聚会 我想这一点呢 其实对于在台湾香港新加坡 或中国大陆这种 因为你在本地本乡 你们要找到同职同年龄的人 参加一个青年团企啊 什么团企 很容易社庆团企 可是对于在海外华人 他真的他如果在一个小城 他不容易找到一个跟他年龄相近 或同职性很高的人可以跟他一起 他可以参加这样适合他的一个团企聚会 那当这一次在线上开放之后 很多人觉得他可以去参加某些线上聚会 他就不限于他自己的地方 可能时区接近就蛮不错了 时区不要差异太大就已经很不错了 或者时间上面可以搭得上的 他们就很希望可以这样子 所以是线上聚会在团企小组上 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第三个数据是谈到有人 对于既然这个网路教会不可能 蛮难的 但是教会可不可能发展 更多线上事工 小薰教跟传福音的确可以利用线上的工具 更多的去传递传播 也可以提供给就是落后跟偏远地区的人 可能他们就可以有这种线上资源 所以我认为线上教聚会 作为教会的传播工具是好的 它是一个好的工具 是一个好的形式 但是要变成什么线上教会 网路教会 这个都要在神学跟实物上面 进一步去严谨的来思考 目前很多的教会 大概利用线上聚会最大的好处 跟多半都在用的就是会议 课程团结跟小组 这些是目前对教会很有帮助的 大家也觉得蛮节省时间 因为这些部分用线上来聚会很不错 那线上牧养不是不可能 有人就说我在过去 我都在带他们灵修啊 祷告我这就是线上牧养 这可能是线上牧养的一种方式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赖俊甫宣教师 他是普世丰盛生命中心的宣教师 他在2019年6月的时候 他就到塞尔维亚去 他负责动物青年事工 主要是青少年到青年的事工 那他也负责罗姆仁事工 他后来到2020年2月 他就生病回来 等于他只有八个月的时间在那里 然后后来就回来到 从2020年2月到现在 一年半超过一年半的时间 他完全线上的牧养跟带领 那这个最大的差别请注意啊 我们很多人所谓的线上牧养 比较多的都是你本来在线下 你本来在实体聚会就认识这群人 我们不过是把我们的聚会搬到线上去 可是他真的是跟一群人 里面只有一些人跟他认识八个月 很多人跟他完全不认识 他就这样子从零开始的去认识他们 接触他们完全是线上的 怎么样开始认识 怎么样开始接触 怎么样从零开始做起 到可以整体的带领他们 在线上的整个的牧养跟聚会 我们接下来就欢迎 赖俊福宣教师加入我们 各位参加ABC大会的弟兄姐妹平安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我知道你那时候回来了 然后你就开始 要还是要牧养他们 对不对 那些孩子 大概多大的年纪 什么样的背景 那你回来之后 怎么样子 从要开始这样一个线上牧养 你有没有去参考别人的 或者你怎么开始 怎么去想到 怎么去做他 好那我先说说怎么开始 其实最早我们开始在研究 所谓线上聚会 并不是因为疫情 而是当时我需要 反美数值一个月 那时候就在想说 这一个月当中 我怎么样让我的团契 能够继续下去 所以那时候我是跟神学院的同学 一个目前在东岸牧会的一个同学 我们有做一些讨论 那他是跟我分享说 因为他们有些弟兄姐妹 在中国国内 那他们为了要 也是要继续 当他们回去的这段时间 继续牧养 所以他们使用Zoom这个平台 那所以当时我们也实际 把各个平台都找出来 Microsoft Team Google Me Zoom Sky Blue Gene Cisco等等 然后我们后来实际找 觉得说Zoom跟Blue Gene 可能是最适合 那当然价格 不论是价格跟实用界面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找了 团契里面四个 我比较信任的年轻人 我们就实际花一个晚上 我们就实际操作 然后看看这哪一个 他们比较喜欢 结果他们觉得Zoom最好使用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 Zoom的一个好处是 它可以在宽屏很低的时候 仍然可以运作不断线 那对于很多欧洲的弟兄姐妹 他们不是用电脑上网 他们是用手机上网 那所以他们需要在一个网路非常 宽屏非常低的情况下能够上网 所以我们最后没有选择其他平台 而选择Zoom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它可以在很低的宽屏下 仍然能够运作 那是最符合我们的需求 其实这一点很重要 可能很少人知道一件事 就是在某些地区 可能一般人是没有办法用电脑 或所谓的宽屏上网 他们可能只能用手机上网 所以在做这样的一个 用哪一个app的时候 也是一个选择 这样子 那我想知道的是像你们 你实际的怎么跟他们开始了 就是整个线上的聚会 因为你必须要带他们可能灵修啊 查经啊 关怀啊 牧养教导的 哇这个牵头万絮 然后你怎么开始这样子 其实刚开始转为Zoom的时候 我们也想到说 因为他们不使用email 那他们对于这些所谓科技的东西 他们甚至有点排斥 对他们来讲 微信跟抖音是他们最常接触的 所以我们实际请了一个人去录制了一段视频 我们请他们录完这个视频 他们手把手教他们做 我们第一次就设计一个线上的聚会 那要怎么样吸引他们从线下到线上呢 我们第一次用了一个题目叫做青春直播室 我们让他们每一个用匿名 可以问我所有有关恋爱的问题 因为早恋这个问题 其实在中国的国内的父母亲 非常在意这个早恋的问题 甚至教会的周报都 都要为这些青少年早恋沉迷网路祷告 所以其实他们对早恋这个字 其实是又期待 可是又觉得教会常常的 对他们定义有不同 所以我们就经过同工的允许 我们第一次就开始有了一个青春直播室 他们可以匿名问我任何的问题 那当然在这之前 我用圣经的观点 先讲了一些有关恋爱的话题 那他们问我怎么看早恋 可以讲我的初恋吗 第一次相亲约会的过程 喜欢跟好感的差别 碰见喜欢的人该如何面对等等 然后同时喜欢两个人怎么办 甚至说跟异性朋友交往的界线 还有如果我觉得我跟 我比较喜欢同性的朋友怎么办 他们问了很多这样的问题 所以第一次我们是完整 让所有在线下19个人 全部都到线上聚会 我们用了一个比较吸引他们话题的方式 引领他们从线下转为线上 然后之后你怎么样就可以引导他们说 愿意听你讲圣经的观点 就是说你一个礼拜里面 比如说你一周里面 从你回来之后 你开始只好用线上牧养他们 对不对 挪到线上去了 那你怎么开始 比如说每天早上给他们有灵修吗 还是每个礼拜有哪些活动 哪些是你regular的 就是比较规律性的 一周规律性的 你跟他们见面几次 就meet几次 什么样的形式 哪些内容 所以刚刚小华老师你提到说 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 那我就讲到成根 那我会放一段 我大概跟他们录制的影片 所以我们会先念一段经文 我会帮他们念一次 因为有些孩子他没有办法读中文 就是他还不认识每一个字 所以我跟他们说 如果你们自己可以读 你们可以跳过这一段 但如果你们需要听 那我们就听这一段 那是根据他们的特性 那在这段经文后面 我大概会有三分钟的讲解 讲做大概这一段经文的一些背景 生命就无法绵延 所以到最后我会带他们一起 做一段结束的祷告 那就是为他们祝福 一天我们能 我个人能花多少时间录呢 我一天写稿 录影 然后录音录影 然后剪接 我一天最多只能做四片 那所以我觉得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制作影片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是其实你长久 做下来三个月六个月 一年一年半 只会发现是一个很疲惫的事情 所以听起来 你每天你每个 就是说你固定的 要跟这些孩子个别建立关系 然后又要录制这些东西 所以事实上每天花的时间 其实是蛮多的 也就是说会不会感觉上 比实体幕会 其实要花的时间更多 我完全同意 因为其实制作这个灵修的过程 其实不仅让他们 每一天能够读神的话语 第二个他们每一天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他们会觉得说跟你有个连结 如果我只是每个礼拜 只是讲一堂道 或者是团契再一次 其实那个连结不深 但是除了他每一天看这个影片 我还要每一天在群里面 跟他们聊天 或者是跟他们 就是谈论一些生活上的事 才会有那个关系 如果我只是每一天丢个影片给他 他不一定会看的 他一定要觉得说 我有动力怎么样去完成 所以我们会说 好我们创世纪有 大概有88集 那你觉得你可以 你可以完成百分之多少 那我们如果达到一个 你自己设定的目标之后 我们有一个小礼物 可能是一本书 或者是一个小点心之类的 就是对青少年 他们会觉得说他有个动力 那目标不是我设定 我让他们自己去设定 那有人会说 我觉得我只能够完成50% 我说那我们能不能多一点点60% 他说也许我可以70% 所以我让他每个人去设定目标 那所以他就不会觉得说 杰克哥逼我去成根 他会觉得说 是我自己设定一个目标 我要努力去完成 其实我们这就是我正要问的问题 就是因为在线上 你没有实际的看到这个人 那我们想要知道果效如何 对不对 每一个design的一个活动 或聚会 我们想要知道果效是什么 那所以你让他们自己定立目标 其实这是对的 其实我们其实正确的所谓 属灵成长计划 是每一个人应该要两身定做的 那种什么统一制式的 那种什么属灵 灵修成根的东西 其实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那的确没有错 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那除了就是说你给他们 OK我可以说 杰克哥我只想完成60% 然后你就会鼓励他说 可以多一点点吗 然后他就说那其实好了 OK 那你最后呢 How do you know他做到没 你有没有什么线上的工具 可以check他们做了 还是他们要回答什么问题 你才能真的知道 他们看完这些东西 而且有真的去消化 或思考过 或者有一些实际的行动 生命的改变 你怎么去进一步评估 像这个部分 我后来发现欧洲 可能是不止欧洲 可能是有一些华人教会 他们会有一个读经群 那在这个读经群当中 你每一天 大概七八十个人 你每一天读完 就是以读加一 以读二 以读三 然后他们用这样去评估 可是当我实际跟弟兄姐妹聊的时候 他们说 有时候来不及读嘛 就先打个以读以听这样子 他们很诚实 那我也觉得他们非常的 就是因为信任 他才敢这样讲出 所以我常常跟青少年说 我们能不能够 我会换个方式 我有时候也许会说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在哪里 那他可能要写出 或者是今天这段纪念 你最喜欢哪一个经文 那他就没有办法 打以读以听 他就必须要去 真的实际读过那次经文 所以我会设计一些小题目 或者是 今天有谁出现在这个经文里面 那他们就会去回答这些短问题 但当然我不会每一天都这样子 我会偶尔就是有一个 像是零件吧 抽查 那他们就会 好我要去找这个 那我们还有试过其他方式 一个是打卡 那所谓打卡 就是线上有一些工具 是可以 你可以 你读完你去打卡 那在这个打卡群租里面 是整个团体人都在里面 所以他自己看得到 他自己每天打卡的记录 那我也会设定 他们打卡的时间 像现在我们就在 我们花了一年四个月 鼓励他们每日成根 但是我们现在把这个成根的定义 更精准 成根是早上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打卡时间 是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二点 那对于有一些 有一些起不来 或者是上学都迟到孩子 他就觉得 杰克哥我好痛苦 那我说你有没有办法能够 再找另外一个人 就会说那你早一点起床啊 早起个五分钟 你就完成了 就是他们其他的同侪 会给他一些建议或鼓励 那我们其实现在团企在做的就是 鼓励他们真的把成根 是在早上完成 那我们就用打卡的方式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式 我们用游戏的方式 所以接下来我会播一些片段 让大家看我们怎么样去衡量 去评估他们有没有成根 OK 创世纪第一章中 哪一句话不断出现 A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 B各种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C我必赐福于你 叫你的名为大 D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你是戴口罩啦 戴口罩戴口罩是不必的 戴口罩非常重要 当然是戴口罩啦 我们都知道 从创世纪开始就要戴口罩了 因为那时候 对对对 大概这个是一个简介的片段 所以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放了什么题目 那其实你会发现说 青少年制作题目 我一定要有一些好玩的东西 所以我有一些东西 会让他们觉得很离谱 怎么会有侏罗记呢 他就会对这个题目有兴趣 那这些是我们去评量 跟去评估 他们到底有没有实际成根 因为有些东西 你真的是 你没来团契 没有来成根 你就根本完全不知道 这些经文的背景 那我知道会有人说 那万一我团契里面 有一些孩子 他不是基督徒 他就不熟悉 其实我们也考量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并不是所有的题目 都是圣经题 我们有一些娱乐题 有一些他们喜欢的明星 这个就是当我跟他们一对一 我知道他们喜欢哪个明星的时候 那我就会把那个明星 跟他有关的东西放进去 然后那他就会觉得说 我喜欢的东西也在题目里面 他就很有兴趣 或者他们有一些生活题 那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这个游戏并不是只有基督徒可以答 非基督徒也可以答 那他们会觉得说 让不同程度的人都觉得好玩 那我们甚至有加分题 你年龄小的 你14岁以下可以加双倍分数 那他就会不会说 哎呀都是那些哥哥姐姐赢 那我都没办法赢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都是考量让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在里面 所以其实听起来我们在线上进行这种 尤其是跟年轻人 那其实我们如果年长的人 这样玩也蛮有趣的 可是我发现他真的 其实是更需要花心思 因为如果我们在现场 说真的有时候 我们人跟人之间在现场 比如说你突然间做了一个鬼表情 或你摔倒了 可能就已经大就哈哈大笑 那个情绪就感染 可是在线上你没有这个机会 你没有看到别人的表情 没有动作 那我发现刚刚他们做的事情 是在那里闹 即使他们真的知道答案 他们也要闹一下这样子 就是当然是戴口罩啊 保持社交距离啊这样子 那可是这种气氛 就可以让他们真的是很参与 所以你在这样一段时间以来 就是说你觉得 你是不是帮助他们关系 彼此的关系 不仅是你跟他们 因为我刚刚前面听起来 比如说像你跟他们个人的 或者你盯着他们的这个成根的 那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连结 会不会也更深 所以我一直强调说 线上牧养是很好的工具 但是一定要建立在更深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不是建立在团契 我团契里面有24个青少年 那我团契有90分钟 他们实际呢 跟大家互动的那个时间其实不多 你扣掉敬拜 扣掉讲课 扣掉课程 在游戏 在分享 其实那个时段不多 那我们就必须要一对一 或者是更小的小组 去达到这个功用 OK 所以你们一个礼拜 你每天早上有成根雷修 然后一个礼拜里面一次团契小组吗 对 全部的人在一起的是一次 对 对于全部的人在一起的是一次 那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是这个月 我这个月的的时间表 好 这个是我这个月的时间表 所以我特别标明了蓝色的 就是所谓的团契 或者是大的崇拜 那绿色的是小组 OK 多少人 那个小组的是多少人 我们先来看 大概 好 大概的话 我的小组有从一个人到六个人 OK 怎么会一个人 一对一是不是做了 一对一 对 一对一 为什么他一对一呢 因为他没有办法来团契 那个时间他在开店 他的店要到八点半结束 那团契的时间是七点到八点半 所以为了他 我就挪一个时间给他 因为其实是这个弟兄他 其实我们在线下的时候 他每一次团契要开两个小时来聚会 再开两个小时回去 所以我都觉得他 我就很不舍得他 所以每一次团契结束 我都另外留他 三十到四十分钟 陪他一对一 所以转为线上的时候 因为疫情其实他更难离开他的生意 所以我有跟他约好时间说 当你结束营业的时候 我们再花一点时间一对一 所以这个就是特别对他的 所以我听起来就会觉得说 真的是其实当你要做这种线上牧羊 特别是我觉得就是说青少年青年 那在移民的社群里面 真的很需要 因为每个孩子的状况不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表上面 我们看到有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 希腊跟罗马尼亚 那他们可能个别在自己所待的国家或城市里 你找不到几个可以一起的人 可是线上聚会 其实提供给青少年这些所谓在海外的青少年或青年 他们反而有归属 可以找到一个归属的团队 这跟我前面在讲那个数据上面 我发现很多人其实希望团企是用线上的 因为他可以去找到跟他同职性的 同年龄的同才的人 加入那个小组 他会觉得对他的帮助是比较大的这样子 因为其实像小花老师你刚才说的 在星期一跟星期二 你会注意到有两个小组 他是跨国的 那他们很特别是 这里面的人都是在他们本身团契里面 他们是比较愿意追求 或者是他们甚至是可以培养的同工 所以他们就希望在他们原本的团契之外 他们可以与一群 一群可以跟他们有共同理念 或者是共同意向的人在一起彼此讨论 那其实不论在小组一对一或者是团契 我都让他跟他们说 我们在团契小组 或者你跟我分享的 其他人不会知道 包括你的父母亲 包括教会的一些其他同工 所以我们要确保他们 把这个小组跟团契当成是 他们可以很自由的分享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小组里面 分享的东西是非常的私密的 所以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童年 他们喜欢的 甚至他们童年有一些遭遇 他们或者是被父母亲打 还有哪一件事情影响他 他们可以在小组里面很坦诚去讲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在团契之外 他们有一对一 从一对一每日成根之外 在一道他们进入到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 其实讲白了就是门徒训练 所以其实很好 我们找到一个 我们这个讲座的主题 叫做线上就会做回教会传播工具 的一个梦幻跟幻梦 我为什么要提出梦幻跟幻梦 就是哪些是可能很棒的东西 对不对那你提出来一点其实很棒就是说 我不再是那种只是一个礼拜一堆人都来 其实我在这个人面前我不敢讲这些事情 可能有少数一两个人的缘故 那你就开始把他们有可以在一起的 也可以再分开出去的 然后更接近的可以一起栽培造就的 你再把他们放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蛮 真的是很maximize 你很大化 极大化的去利用 网路的工具 以及每一个小孩子的需求 来个别的跟一个小组的或整个团队的去带领他们 对不对这样子 我觉得很棒这个就给我们很多鼓励 那另外一个是我知道你最厉害的 是你甚至于可以在线上办营会 我听说了 我听说你可以召聚几个童工 有些还在北美在台湾各地 然后一些年轻人帮着你一起办营会 请告诉我们你怎么在线上办这样的营会 当我实际想要办一个线上营会的时候 我问了欧洲 中国 台湾 香港 新加坡 北美 得到答案是没有人办过线上青少年的营会 可能有大型的聚会办 就是讲员讲道 你们在台下听 然后顶多是论分个小组 但是怎么样把青少年营会的元素 搬到线上 我问了三十几个同学 然后更是熟悉的教会 没有人办过 那他们就说 你可以做做看 我们来参考看看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想怎么样把这个线下营会 搬到线上的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在这个线上营会 做了一个非常耗体力的一件事情 我们让六十九个人专题和一个老师一对一 所以这四天你们真的几乎都早时间睡觉就死了 对对对 然后醒来就开始上线这样子弄 没有错 所以我也蛮感谢那些老师的 其实我们发现最困难的就是时区的问题 但是我们在这样操作 我们发现说如果要牧养欧洲的教会 或者欧洲的团契 其实他的早上 他的晚上是洛杉矶的早上 所以意思说洛杉矶的讲员 最好的时间就是早上上线 欧洲的晚上 但是如果是他们的白天跟下午 最好的牧养是亚洲的老师 因为他的白天是亚洲的下午 他的下午是亚洲的晚上 所以我们光是做这些老师小组 讲员的协调 都是要做一些调整 哇Jack我觉得你大概是 在疫情当中 可以设计整个网 就是线上聚会 其实我的主题就是线上聚会 我觉得你大概算是我遇到 我今天之所以请Jack来谈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我听到跟遇到 几乎就是在这个线上这样操作的 我发现这个真的不是一般常人可以做的事情 因为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讲 当很多人觉得我可以在线上牧养的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有没有时差的问题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刚刚也在讲 其实孩子根本不读中文的 对吧 他也没有办法读那么多中文的 那你也有文化 次文化的差异这样子 我想说的是其实因为的确 包括我现在在塞尔维亚当地 我也有差不多四个 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在我离开之前 我都没有见过他们 也没有跟他们出去过 那他们都是因为去学校 然后有人就说杰哥哥 我有个同学 他想来参加团契可以不可以 那我说可以 然后但是我先让他参加团契 我不会先把他加入教会的群组 就是团契的群组 过一段时间我会问他说 我们有每天早上有成根 那他会说我还不是基督徒耶 那我说那你愿不愿意 跟我每天早上听五分钟的影片 那我先给你看看 他说我觉得我可以 那我说你愿不愿意加入这个群组 他说愿意 我再把他加进来 那他就跟着我们一起成根 even他还不是基督徒 所以我觉得是线上牧养 的确会遇到说 有一些你完全不认识的 但是其实真的就是建立在你团契之外 你要花营会之外 你要花时间去认识他 只是还是回归到 你怎么样跟他建立一个 一对一的关系 帮助他来到这个群体当中 是 所以他们会不会还是很想要见面呢 这样子 会不会还是很希望能有实体聚会 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在问我 杰克哥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实体聚会 那我们也其实遇到问题是 疫情之后有人搬离开那个城市了 哦 I see 所以目前我们的想法是 就算将来恢复实体聚会 我们可能还是要为了那些 不能够来到教会的人 或者他可能一个月 只能来一两次的人 我们怎么样在他不能来参加团契的时候 也能够让他参加一个团契 所以我们也在考虑说 我们是不是教会的设备 就是实体聚会的时候 可能一个月有两次 仍然是边实体边线上 那我们还在做这个尝试的工作 那就是怎么买这个设备 怎么样就是达到这个效果 那另外有两次 我们就是完全让他线上 那完全让他线下 那我们也是还在做这个尝试 这样子 对其实Jack是提出来 最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谈到一件事 就是说对年轻人来讲 尤其说你从保加利亚 可能开过来这里聚会 要开五个小时车子 可是如果一个月 他能够来开车子来一次 那其他一次或两次好了 那其他时间他在线上聚会 其实可能对年轻人来讲 都是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相信一件事 就是线上聚会本身 其实是可以去做的 就用线上聚会 做一个教会传播 也是辅助牧养的工具 可是他不能是全部 他可能也不好 还是不会是全部这样子 我提到的圣礼的部分 可能都还要继续去想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们的访谈先到这里 我们可能要把剩下的时间 留给我们的弟兄姐妹 可以跟我们实际的 问一些问题 好 哈喽 弟兄姐妹 平安 本人出现了这样子 谢谢大家的参与 赖俊福宣教室 现在也在线上 那可不可以请他分享一下 影片里面有一段 就是他做银会里面 对我们大部分来讲 他怎么突破 那个银会里面 大家怎么参加 这一段呢 其实是很棒的 我很快讲一下 然后Jacken也再补充 他们其实呢 是让六个讲员 做六个专题 那这六个专题呢 第一个是听故事探讨 人生选择题 这个等一下请他补充 他最厉害的一个做法是 每一个专题 其实是60分钟 可是他不是让所有人一起上线 参加这60分钟 他让每一个参加的人 可以有60分钟 所以每一个讲员 如果你的专题 有20个人参加 你一共需要1200分钟 所以他们是日夜的这样子做 可是他的好处就是 每一个人就是 一对一的玩这个game 一对一的参与这个专题 他们花非常多的时间 去做这样的事情 那达到那个很好的效果 是参与感 参与度非常高 我现在就请Jack稍微谈一下 就是简单 我就是听故事探讨标签 还有人生选择题 选一个好了 跟大家讲一下 人生选择题好了 人生选择题是我做的 那其实我是参考一个 现在中国之前 还有一个实境秀 一个TV访谈秀 他就是让每一个明星 在18个特质里面 选9个特质 然后你在人生4个阶段 你会遇到8个到10个难题 你每遇到一个难题 你要选择牺牲一个特质 那有点像玩游戏一样 那借着这样 其实一来可以让 那个学生 他在玩的时候 更能够了解 哪个特质对他更重要 有些人到最后 他牺牲了家人 然后有些人到最后 他觉得家人不能牺牲 我可以牺牲朋友 但就是借着这样游戏 编完游戏 他就越来越有兴趣 那在这样 他会慢慢跟你讲很多事情 我大概有三个学生 玩到最后就哭了 因为探讨到他内心 真正觉得最重要 但平常却没有看到的东西 有个workshop 是不是都是one on one 是 真的one on one 我们那时候 其实刚开始只是想说 当然没什么人会抱你 我们就想要30个 结果呢 最后一个礼拜 从20几个冲到69个 那这个是我们完全没有 那我们就开始要联络 其实我们刚开始设计的主轴 就是信息是单方面的 就是讲到他在听 其实是一个单项的 那小组呢 比如我们大概就是设计到 六个人小组 那最多有八个 那就是一个老师 再六个到八个 那你就是可以多项 但是我们发现 其实专题 如果我们再设计成 一个人讲大家听 他们没有什么兴趣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 很大胆的尝试 我们就是一对一 一对一蛮累 我大概跟你们讲一下 就是我可能 我在洛杉矶嘛 那东欧时间 所以我晚上11点半上线 然后11点半上线 一直到营会熬夜 到早上7点 从7点 我再跟另外两个 神学院的同学 家庭事工背景的 我们再从7点 做到下午1点半 一对一 我们就是一直排时间这样子 那我们大概 整个营会的时段 都是这样去做 所以这个只能做短期 长期可能体力也没有办法 是 我为什么会邀请Jack来 其实我在这一年多以来 我看到他花非常多的心思 因为太多人想要做线上聚会 可是不是你录一段影片 叫人家停会 你在线上讲一讲 大家讨论讨论 break out room一下就好了 因为他真正去牧养他们 他每一天跟一个礼拜里 他几乎都要跟孩子们建立关系 我现在先share一下 我另外一张的投影片这样子 那这张投影片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我整理一下Jack他的东西 他的东西里面呢 其实有三点 绝对是可以从圣经上找到这样的一个根据 第一个 你们听到他说的 他每天让他的孩子 他有问过别人 别人说 你就直接用这一套录音给他们听灵修 他说 我要让他们每天听我的声音 所以他自己去录每天灵修成根的东西 我们在约翰福音十章五节 那个羊不跟着僧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他让孩子每天听到他的声音 带领他们成根 第二点 夫人与羊是彼此认识的 他告诉我 他花时间去陪伴他们一个一个 那个不是每一个都要个别约时间去关心他们 第三个 他可以合一成长的 你可以注意到 他不是只有一个团契而已 他让他可以有的三个人也变一组 一个人也变一组 所以他一个礼拜 他刚给大家看的那个 那个那个schedule 那一整个礼拜里面有这么多的聚会可以参加 所以他又突破了我们现在在所谓的 实体聚会 既然你没有办法 其实大家都来到现场 那他试着去把他们 再分成不同的小组 甚至他花时间去一对一来做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其实觉得说 我觉得他的他的case是很好玩的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只把我们在实体聚会 我们大家都认识嘛 搬到线上去 可是他为了要去认识这些人 他要花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五倍十倍的心思去做的这样子 那我接下来就我们有一些问题 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我刚刚有看到一些问题 有人刚刚其实你先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Jack刚好还没讲到 第一个问题是那个 如果hybrid meeting 会不会比全部online好 其实他刚刚已经讲到嘛 就是他为了那些回中国的孩子 那时候就是hybrid这样子 对吧 因为可能有些人在现场 那他们在那里也是 他刚刚就讲保加利亚开车过 五个小时 或有些开车两个小时 那他们这些孩子不能来实体的 他们就坐线上 可是其实你在现场 当然就是要一个大的meeting 还要有camera可以照所有的人 就需要一点功夫 不过现在好像iPhone就已经可以这样放着拍影片了 这样 所以是有可能这样子来做 那第二个是我想提醒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在问的 就是说有人问了 我知道你们还没问 记不记得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 有团契小组或者聚会 我们会邀请新朋友来 对不对 那新朋友人会在线上这样子 就在现场 那其实这个人在现场 看着这么多人的时候 他不一定方便随便讲话 或者这个人熟不熟 可是线上邀进来的人 我们就要非常的小心 有那种安全感 那有些也不太喜欢有不认识的人进来 所以你就要更小心 像Jack这样子做 就是多少熟悉度的人 可以再放在一起 再分出去一个更小的小组 然后如果是一般的 有一个大的组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在目前看到的一些问题 刚刚讲到线上hybrid 这个其实你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我们其实也考虑过hybrid 你要怎么样实体操作 你看到左边是这个是999 你要做hybrid你要有这个东西 因为你现场如果超过六个人 你就不能用499这个东西 因为他只能容纳六个人在镜头里面 现场 所以你像如果线上 你线下团契超过六个的话 你要有工具 教会就不会让你花钱去买这个工具 其实这个是你会遇到第一个问题 那线下跟线上的那个lag 你也会遇到 但是我们其实现在是在考虑 因为我们有的确有 大概四五个人搬离开 塞尔维亚的首都 那他的确没有办法 每个礼拜都来聚会 所以我们在考虑将来有没有可能 就是他不在本地的 他是两次参加线下 两次参加线上 就是说他可以一个月 有一次来到教会 那其他时间他两次 就是我们用同步 我们去克服这些方法 当然要先添购这些东西 那还可能有一次是单独 他们线上的 就是让他不会跟团契的人 失去连接 当然还有每日灵修 或其他小组 可以帮助他们继续连接 但是你其实做hybrid的话 器材这个cost 会是你第一个问题 是那个Jack 那个我们刚刚 刚刚还有一个问题 是for you的这样子 那的确我们 如果你在线上跟hybrid 然后hybrid做在一起 真的很大的困难 他刚刚还讲到是镜头 那还有收音的问题 我先讲收音 坐远一点的 那个线上的人就说 我听不到他说什么 这样子 那除非大家都戴耳机 就是在实体的人 也要全部都要 you know with这个耳机跟设备 所以hybrid会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那大家尽量玩 你们玩了有什么好的心得 都可以来share with us 刚刚这个有一个问题给Jack Jack it appears 你花好多时间 去做这些meeting 还有做这些program 去带领他们 他说你自己 又要带他们用呢 那你花 你怎么样做你的balance 你的这个quiet time with Scott 其实我是个夜猫子 所以我其实习惯是在一天 就是大家都睡了之后 我自己可以会 我会自己看书 然后会自己做一些灵修 我自己会快 所以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 所以我通常会 就是我可能 我可能早上九点也要带团庆 可能我可能四点就起来了 四点起来 我可能就自己慢慢慢慢 营修 慢慢听 慢慢自己敬拜 进入状况 所以那个可能是我自己 平常personal的一个 的一个 就平时平常会在做的啦 所以我到没有 当然忙碌的确会让你觉得 哇东西很多 但是就是你要自己set go 我今天就要完成这个 那到了时间到点 我就啊就就翻篇 然后就继续下去这样子 是谢谢Jack的回答 刚刚还有人问说 老师线上读书会怎么操作 好可爱啊 我们不敢说我们是专家 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 就我自己是一个神学的老师 我也做过媒体工作 我们永远记住一件事 其实也接着刚刚Jack讲的 我们传播传递的 不是那个手段方式 最重要是内容 所以Jack提到他自己的读书 自己的进修 然后自己花时间 去了解各种东西 那我跟大家讲 就是其实现在 你说线上读书会 你说当然是大家先读完书嘛 对不对 然后再一起到线上 那在这段时间 我们的确有很多 刚刚Jack 其实他的影片好多 我们很抱歉 时间的关系 我们剪掉一大堆 他的东西很经常 我们希望以后可以再 po到那个 维珍网页上 他好多东西给大家 那我们 我们其实就是 我会鼓励大家就是 其实他刚刚玩的那些APP 好像有线上的 做猜谜题的 或者是互动回应的东西 甚至大家用手机 就可以直接按答案 那种好好玩的东西 大家对吧 对不对 那你其实可以 design更多东西 可是我也希望 大家在现在的网路传播 这么方便的情况下 其实你反而更需要注意 你实质 你提供了什么给别人 如果大家就是玩得很开心 很有趣 他们也是 一开始是那种 比较吸引人的题目 就是找恋来带领他们进入线上 其实Jack也提到 就很多小孩子 他上下不开镜头 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在看 对不对 那我知道他们年轻人 因为我的女儿 也是一个children minister 那他们小孩子就有 就会想各种方法 让你非打开镜头不可 这样子 让你非打开镜头不可 然后才有参与感这样子 所以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 我倒觉得这个 其实将来可以有一些 我们可以交流 我请Jack来主讲 还有很多有经验 在这一次他们在线上做的 Jack有没有补充 其实青少年 你会发现儿童一定打开镜头 因为他很想要跟你互动 青少年他有各样的借口 我的镜头狗狗弄坏了 或者是今天他在当机了 但是我们就会利用玩游戏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猜拳 你一定要打开镜头才能猜拳 这就是一个游戏 或者是我今天会放一个影片 然后影片之后会问他们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答对 你就可以不用打开摄像头 输了这个游戏你就要打开 但是我一定会让他输 因为是我设计的题目 所以我们就用这些游戏的方式去 让他很自然的去打开 有时候搞不好我们这些老人 这些长辈 你怎么设计 我们还是死不打开 也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Jack的努力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刚刚有人在讲说 麦克风的问题 用一个iPhone来传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慢慢 我们都要来学习这些东西 好像有人 你看大家都对Jack的东西很感兴趣 谢谢 我果然找他来是对的 这样子 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说 问到就是年长的人 是不是不喜欢这个technology的问题 我告诉大家 下一场那个疫情的调查 那个报告 其实在线上聚会的时候 年长的人的专注度 没有比年轻人低 他们甚至于蛮多 还蛮愿意学习的 当然你永远可以问我一个问题 说老师你这种survey 就是那种关心在乎教会的人 才会上线来 才会愿意去填你的survey 去关心他 那的确就是说 刚刚Jack也讲到 就是万一他不是基督徒 万一他是比较小的小孩 你就是去考虑 所有的情境跟情况 然后你让他也可以这样子用 用最简单的方法 到慢慢慢慢引起他的兴趣 这至少是我知道 过去一年半里面 很多他们在做线上 可以做得非常好 就是因为我的女儿 是在白人美国人的教会这样子 那我知道他们都是想尽着各种办法 能够让比较慢的人 也可以上得来 那真的是都要花心思 事实上我觉得线上绝对是花心思 比你在实体要花更多 因为你想要达到你的效果的时候 你怎么在2D这个screen里面 你要达到3D的效果 这样子 那就是下一个问题 他在问 这位Simon问的 他说你这个是overseed的 你是海外的一个online ministry 那他认为说 如果我们从一个同一个city里面 那么他们能不能加入 我先跟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是因为我 我跟Jack还有我的孩子 或者我认识这么多 youth or children minister 请注意当他们在做海外 或青少年事工的时候 他们不能随便让你们进去 因为minor 因为他们是minor 那我们不想要有陌生人随便进去 很多人都说想要去参观 或者我们的孩子可不可以加入 我刚刚其实已经想到 这个很好的问题 我谢谢Simon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认为所有要加入的人 你可能需要有 让对方先认识你 就是说你想要跨一个教会 你想跨一个教会 或跨一个城市city 让你的孩子 让你的青少年 可以加入这个某一个群体 不管是不是Jack的群体 这样子 那有可能 谢谢大家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不好意思 如果你还是有问题的话 可以写到 rigidministry at gmail.com 然后你就可以 跟我们就是 问其他更多的问题 问Jack Jack哥也可以这样子 OK rigidministry at gmail.com 这样子 那之后反正 我们还会再提供 好不好 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我们就结束 谢谢大家来参加 七八天父 我们向你感谢 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一起来研讨 我们没有人全部都懂 也没有人有全部的答案 阿爸父我们相信 所有的答案都在你那里 你的丰盛 你的全部 我们都可以向你支取 帮助我们有智慧 有能力的 在这样一个新的世代 能够挑战 更艰难的 可是持守我们的信仰 保住我们自己的信心 更重要的是 我们自己跟你的连结与关系 不迷失在整个网路 各种花俏的手段 花样当中 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